热点资讯 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枫 北京冬奥是疫情发生以来 首次如期举办的全球综合性体育盛会 外媒近日报道称 中国花在冬奥上的钱 比最初的预算16亿美元高出24倍 亏损严重 劳民伤财 事实真的如此吗 当然不是 85%以上的奥运会赛事都亏损 但北京冬奥会总收入却创冬奥历史新高 其背后的生意经妙极了 奥运经济概念并非自现代奥运会诞生就出现的 而是伴随着奥运会商业化运作模式产生而产生 奥运会的商业化始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 1984年之前奥运会组委会面临严重经济困难 奥组委主席彼得·尤伯罗斯通过商业途径自筹奥运经费 开创了现代奥运会的商业模式 成为自1932年以后首次盈利的下棋奥运会 奥运经济才出见端倪 奥运经济其实不是短短的16天比赛日的经济 实际上它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是4年的前奥运阶段 再次是16天的奥运阶段 之后是圣火熄灭后超过4年的后奥运阶段 举办奥运会所带来的收入包括分成收入 直接收入 延续收入三部分 从历届奥运会主要收入结构上看 转播权加赞助成为奥运创收的主要来源 其中国际奥委会为美籍奥组委提供电视转播收入的49% 和国际赞助收入的50% 举办奥运会的成本主要包括 显性成本及影性成本两部分 其实从1992年以来 每一年的奥运会都是超支的 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支出费用 直接高达500多亿美元 为奥运会历史之罪 可以发现各国申办奥运热情正在减退 对于国际奥委会来说 甚至申请主办奥运会的城市临阵退赛 都已经不陌生了 而这个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 还是在于经济问题 1984年之前的奥运会都由政府承办 奥运会的花费是巨大的 举办奥运会的城市 却没有几个能走出赔钱的怪圈 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 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 这些奥运会出现了 十多亿美元的巨额亏空 15天的奥运会 使蒙特利尔负债长达20年 人称蒙特利尔陷阱 即便1984年后 奥运会引入了商业化运作模式 也避免不了做赔本买卖的结局 为了体现现代奥运故乡的特点 雅典不惜赤巨资举办奥运会 为日后的希腊政府破产埋下伏笔 16年 里域奥运会所需的高额费用 让经济状况捉襟见肘的巴西 雪上加霜 2020年 东京奥运累计投入总额 达到1.644万亿日元 但受疫情影响 东京奥组委收支出现巨额赤字 其实历史上也有一些国家 借助奥运会后实现经济腾飞的成功案例 如伦敦1948 罗马1960 凭借一次奥运 成功地宣布自己的国家 从二战的废墟和阴影中摆脱出来 日本也曾因举办第18季奥运会 享受到了奥运经济红利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 创造性将奥运会与商业密切结合 成本仅花了5亿美元 便成功收获了数亿美元的盈利 因此 奥运会不是亏本的代名词 就看举办地怎么下好这盘棋 写好这本生意经 北京冬奥会市场开发工作 从2017年2月正式启动以来 目前已签约45家赞助企业 包括官方合作伙伴11家 官方赞助商11家 官方独家供应商10家 官方供应商13家 同时完善了联合排他赞助模式 此外 截至2021年底 北京冬奥会先后开发 16个类别的5000余款特许产品 北京冬奥会赛事全球转播 同样需要收费 有研究机构预计 北京冬奥会转播收入 将突破11亿美元 会超过平昌冬奥会9亿美元 和索契冬奥会8亿美元 北京冬奥会总收入 创冬奥历史新高 也释放了三大红利 一 拉动投资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根据综合媒体报道 可以大概得出 北京冬奥会总投资额 北京冬奥会一个重要的理念 就是节俭办赛 用于北京奥运会赛事 和场馆建设等直接投资 达30亿美元 一个是赛事编制预算 约为15.6亿美元 另一个是场馆建设预算 约为15.1亿美元 对比往届冬奥会 这个预算是2018年 平昌冬奥会的五分之一 是2014年 索契冬奥会的15分之一 所以北京冬奥会 非常节省了 虽然节省 但是咱们冬奥会的水平 仍然令人叹为观止 其秘诀就是三个招式 以旧替心 以租代购 以物换钱 除了直接预算外 还有很多间接预算 主要包括配合奥运会的基建工程 综合媒体报道 包括首钢滑雪大跳台 轨道交通11号线西段 等冬奥会保障基础设施 等11个领域的72个重点项目 总投资约1728亿元 再加上张家口赛区76个冬奥项目 总投资331.73亿元 可以得出 2022年北京冬奥会总投资 超过2000亿人民币 约超300亿美元 虽然某些基建工程 严格意义上来说 办不办奥运都是要修的 奥运只是加速了修建进程 但是其对拉动投资 确实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基于以上巨额的新增投资 并附加其带来的乘数效应 将进一步助力区域经济快速发展 2.促进消费升级 推动相关冰雪产业发展 从2015年北京冬奥申办成功开始 伴随着北京冬奥会的日益临近 冰雪旅游产业发展 正迎来一个快速发展期 2020-2021雪季冰雪旅游人数 2.3亿人次 冰雪旅游收入3900亿元 同时 我国冰雪旅游相关的企业注册逐年递增 目前我国滑雪相关的企业 共有近6700家 2021年共新增1206家相关企业 同比增长61% 从地区分布来看 河北省以741家企业高居第一 黑龙江广东紧随其后 注册资本方面 全国超六成滑雪企业注册资本 在500万以内 3.科技转化 重塑经济发展架构 北京冬奥会也成为了多个行业领域的试验场 围绕场馆 运行 指挥 安保 医疗 气象 交通 转播等关键场景 已有37个项目的112项新技术成果 在测试赛中落地应用 形成丰富的科技冬奥遗产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数字人民币 数字人民币成为本届冬奥会的一大亮点 已落地35.5万个冬奥场景 实现交通出行 餐饮住宿 购物消费等全场景覆盖 还有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就是清洁能源 清洁能源动力赛事服务车辆占比超过85% 北京冬奥会在碳中和方面的实践 也再次传递出 在未来碳中和时代下 预计将会涌现出诸多个数亿元 乃至是千亿级的市场投资机遇 同时冬奥会的举办促进奥运相关的高端体育装备制造业 旅游业 物流等产业 优化产业结构与构成 促进体育产业与其他相关产业的深度融合 共同重塑经济发展架构 2009年6月19日 国家审计署公布了 北京奥运会财务收支跟踪审计结果显示 北京奥组委收支结余将超过10亿元 不过这只是经济学上的直接成本和收入 而间接成本根据当时有关媒体报道 为筹备北京奥运会 中国差不多总投入近3000亿元 其中2800亿大部分用在了城市基建上 这些钱也不是单单为了举办奥运会而花 实际按照有关部门规划 无论是否举办奥运 这笔经费都最终要花在改善相关民生的项目上 与此同时 北京奥运还加速了金经济主要城市间的交通建设 形成了30分钟经济圈 其中 我国首条时速超过350公里每小时的高速铁路 金经城际铁路就是在这期间建成的 中国自从北京奥运会之后 经济增速一直保持在10%左右 当然这是中国多年经济发展的成果 并不只是奥运会单一的促进作用 转过头来看 此次北京冬奥会虽然因疫情影响 无法正常售买门票 少了部分收入 可实际的赞助和电视转播权等收入并没减少 北京是全球唯一一座既举办夏季奥运会 又举办冬季奥运会的双奥之城 中国也将为国际社会提供北京方案 树立奥林匹克运动会与城市和区域发展 良性互动 共赢发展新典范的行动纲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